中国一名男子在周一试图从澳门穿越边界进入了中国 而且身上用胶带粘满了iPhone 根据中新网报导 这名男子是从拱北海关偷渡到珠海 但被海关人员拦下 显然这名男子的腰部和腿部有点奇怪的突出膨胀 所以他就被拦下搜查 在脱下裤子检查时 海关惊讶地发现 男子全身竟然缠满了90只iPhone 这些手机是用塑胶包装着 再用胶带缠绕在他的腰、腿、大腿和脚踝上 中新网报导 该案件已经移交至反走私部门 以做进一步调查 看来有人的社会信用品等分数有得扣咯